那么很抱歉 因为我们必须先 就是刚刚一分钟内有感觉了才可以参与 好不好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你现在有症状 有些时候现在不舒服 紧紧的也可以 酸酸的也可以 痛痛的也可以 全身各个地方都可以 游戏规则是什么 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参与 第一个 你有症状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想说 我现在头痛或者发烧 只要有部位有症状就可以 或者我现在眼睛酸 那眼睛酸你就看到的是018 如果额头就是005 你只要告诉工作人员 我要是005 你自己选择 这样公平吧 尽量我帮你决定 这样好不好 要有症状 而且你当时一分钟内有感觉的人 好 愿意的 来 开始 我们不要太多 你是哪里 看到没 因为这里头可能是肌肉可能筋 你要不要绕一圈 直直绕一圈 绕一圈看有没有痛点 因为那个 有一个痛点 你是整片酸吗 我要问的是 你有没有到这个橘红色这个地方 没有 空点在这 OK 好 你要坐两个地方 你要坐的是肩颈还是坐肩肘 这不一样的 你要坐那里 OK 好 你刚刚是几分钟有感觉的 5秒 5秒 OK 好 一颗 Jodan 来 就是 就是那个 020 来 下一个 有没有 5 来 你先放 怎么了 牙跳 牙痛 牙痛是不是 好 你选的是哪一个 我们这边没有放 但我知道我们有一个东西可以 好不好 妈 你给它FORCE 没有在这个标靶图上 最后选一个是有的了 没有 那你给它FORCE 下一个 你 你选到哪一个 头 内液 深的浅的 你是一个点还是一片 浅的 一片吗 还是一个点 一片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片有020 008 029 对不对 在你累的时候 你会不会底下也有 还欠 也会 麻烦你 用020 因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应该是029 因为029会一直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都是029 有没有 从这里也是029 到这里也有029 所以用029 来 你刚自己多久有感觉 一分钟 麻烦你给它三颗 你看我已经在做区隔了 有没有 一颗牙痛了 给他两颗就好了 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希望是不同部位 我希望是不同部位的 有重复的 我们就不做了 是30秒 可以 你现在必须有症状 对 因为我刚刚是把这个是好的 我心脏的部分觉得很累 但是这里会有点疼痛 这样子好 对 以前没痛过 没痛过 等等 你是刚刚 你在抹油的时候 你那边有痛点 过了没有 过了没有 现在过了就不用做了 好不好 来 下一个 是吗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说当场有症状 因为没症状我做的等于 对不对 是这样子嘛 如果你有马上做 来 下一个 脖子 好 来 我们来区隔一下 脖子你是正中间叫做绿色颈椎 颈挨着颈椎 或者最外侧你是哪一个 你是正中间绿色还是黄色 给他 好 那这样子我们用零一 零四二好不好 用零四二 你是一分钟的给他三颗 好 就这样子 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这样子 你会发现呢 这是人们可以自己选择 只是我刚刚是因为刚刚出他第一次的经验 所以我要去区隔那个你有没有判断到对的部位而已 来 我想请他就是观察者了 我们来看看一样的 麻烦当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必须 我刚刚忘了放这个时间出来 如果你那个你稍微记一下 我刚刚可能十秒可能十五秒 我操作错误 你把那个时间补上去 好不好 那再加上这个时间 一样的 当你的症状开始有变化的时候 麻烦也看一下时间 我们再一分钟 所以我预计我是用两分钟 不超过三分钟再要取得你的结果 谢谢大家 好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刚刚最早吃的 第一个症状有没有变化 那个点没有不要紧 它有变化 角度会不一样 大概几秒钟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两分半 OK 好 下一个 我们胶囊 胶囊还没有溶解吧 两分半 一般好胶囊是七分钟 还没有 刚刚还有谁用了 使用了 怎么样 没有改变 你几分钟 吃下去几分钟 好 麻烦你 因为你是一分的 再观察两分钟 好不好 来 下一个 一分钟 有什么感觉 不疼呢 还有没有 刚吃的人 刚不是还有吃一些人吗 我只是想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而已 还有没有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好 有两位没变化 等一下我们继续 稍微 你大概 现在只有两分钟而已 对不对 依你们的敏感度大概要到四分钟到五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来观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往前走 一样的 今天我在大会上头放了一个脑块 不管额页 内页 或者我们的边缘系统 其实这些标法共争呢 它会到特定的不回去 所以我们可以取得非常快的一种不同 调效 好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有一个场合 大概有三十多个医务人员的场合 结果有二十二个人参与 参与的结果是 也就是我们讲到达 可以有作用的大概百分之八十二 而且平均是 平均是四分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关系 所以说我挑啊 敏感度比较高的 所以很快我就要问答案了 那我们想只是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想第一个 至少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接下来要做的事叫做重演性 下次我做的时候 是不是还可以做得出来 对吧 下次我做的时候 是不是还可以做得出来 第二个 我可不可以用到病人身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协助他们 类似这样子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积累了这些能力 那么最右边这一边 致命困倒片头痛中风 超过半年的 Parkinson 失智 发展痴患 植物人 忧郁症 躁愈症 精神 注意力不全过动 妥锐 或者吸毒戒毒的 我们在累积在脑科疾病 大概是这个部分 那么最后啊 想用这样的画面啊 想用这样的画面啊 跟大家啊 跟大家交流 那么HoloLive已经迈入第二十年了 我们是用这样子来自我取学 不管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一定要看到 它的诠释能力怎么样 而且HoloLive有在建构啊 整个自然医学的体系跟理论 我们有提供 所谓的自然医学学程 给医师们 那么所以呢 我们非常重视 所谓的诠释能力 那当然 在左下角这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测 我们所说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不断地重演 那么右下角 那么就在应用上头呢 我们非常重视 所谓的疗效层次 在城市上头 一个原理 一个技术啊 发展出来了以后 它到底可以适用多少疾病啊 那么最后 最重要的是 所谓的延续时间 用俗语讲 就是 它是治标 还是资本 它是不是可以痊愈 它是不是可以断根 这就是我们最在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